昨天隋唐没有得奖 反倒是由天心他胜出 夺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此外最佳影帝则是由潘伟博来拿下 另外大家也相当关注的 就是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竞争相当激烈 竟然是由第一次入围的号角 响起来暴走 金钟三大讲座是爆出冷门 换个角度来讲 也可以说是新生代的黑马 突围而出 不过网路上面民众的反应 相当直接都说很意外 我的完美男人天心 恭喜天心 陆航十八年终于爆到金钟奖 天心击败强敌隋唐 拿下最佳女主角 这一刻看看天心的表情 好意外 对不起格杰一直叫我 想乐上台感想 我还是没有准备 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的 我觉得真的很多很多感动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喜欢演戏 然后我每一部戏 我真的都很认真在演 同样竞争很激烈的最佳男主角奖 爱无限潘伟博 真的是跌破专家眼镜被缺席的潘伟博 拿到最佳男主角 男女主角大爆冷门 评审的说法是 潘伟博在爱无限中的演出 既有爆发力 收敛时感情又恰如其分 至于天心 评审认为他在裹得完美男人中 从双叶女型的锐利眼神 到代嫁女儿的角色诠释 展现多变的演技层次 效应随堂 扑升最高却意外落马的随堂 难以也失望 我知道真的有很多 喜爱心力人气的观众 支持心力人气的Amy 然后我自己 自己难过的是觉得很遗憾 就是 就觉得好像自己有让他们失望 不只男女主角窜出黑马 还有打败送艺界大哥大姐的 两个小伙子 号角响起 浩子 阿翔 宗欣 好爽喔 老婆我爱你 我也要谢谢 我下个月要结婚的老婆 我也爱你 因为在家里在宣布的时候 一直想说浩翔 就很开心 男主角比较意外 因为感觉后 就是满资深会演的 因为天心很久没有演戏啦 对啊 然后就走到一支台 金中三座最大奖 新生代突围而出 资深演员靠边站 爆出冷门的结果 只能说新生代艺人 储文啊 一天是台北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